現在藥局只要配合政府政策販售口罩 都可以獲得一張這樣子 衛生福利部頒發的感謝狀 但是台北市有一名超狂的老闆 他覺得把感謝狀放在牆上又沒有人看 那怎麼辦呢 這名老闆直接把感謝狀 印到T恤穿在身上 就是這件T恤背面印著感謝狀 正面寫上 陳時中加持肺炎退散 這點子是誰想的 親切招呼客人 回過頭趕緊上工包裝口罩 這名扎著馬尾的男子是藥師劉信和 他還自製T恤 意賣做工藝 希望給職業中的護衛員員 一些加油打氣的能量這樣子 我第一批是做200件 後面有再追200件 感謝狀T恤超強手 400件通通賣光光 劉信和把收入全拿來買營養食品 要捐給前線醫護人員 班一定不正常嘛 早班晚掉來掉去的 一定是累一定是辛苦 肝藥B群 這種吃了會對他們身體 比較有幫助的東西 除了意賣收入 劉信和還自掏腰包 花了13萬 拋磚引玉之下 也有廠商主動贊助 希望盡一份力 在萬華商圈太藥局的他 也沒忘了左鄰右舍 坐上摩托車在夜市穿梭 擔心攤商買不到酒精 劉信和分裝好 分送給有需要的人 他知道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大家都要團結 只是希望說大家能夠拿到他們需要的 需要用得上的東西這樣子 意賣T-shirt捐贈物資 劉信和除了堅守崗位 也不忘發揮創意 用字節的方式 為防疫盡一份力 記者潘家宜成選 台北報導